欢迎参加今晚香港人民学会主办的人民讲座 我是叶达达,今晚就跟大家讲一个数学的伙计 今晚讲题就是数学中的无限与极限 换做英文表示就讲得再仔细一点 infinitesimal,无限少,limit,极限,and infinity 一般讲infinity就是无限大 in mathematics 我们主要讲第一部分就介绍无限少和极限 主要的工作或者工作的开端 就是一个法国数学家Koshi 法文化音是Koshi 做出来的 第二部分就是无限大 这部分是一个德国的作家 用德文化音就是Kantor 做的东西 那我就简单讲解一下 那如果这里在座的朋友是中学时代去学理科的话 那相信第一部分的东西 你们都已经学过的了 好了,我希望我讲解 言简意该不要糾线一些技术细节 还有毕竟这个演讲的定位就不是一个数学专业的演讲 我用一种半专业的方式 那就对非数学专业的爱知者 哲学爱好者做简格 我们进入实质内容 第一节、第二节之前我们做过历史讨论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在19世纪中后 以至20世纪初 在 并非是专业的数学界 而是在一般数学爱好者 里面有一个讲法 叫做数学史上 数学上三个危机 三个危机 这个讲法是一个非专业的讲法 是一个通俗的讲法 这个所谓数学三个危机的讲法 就是刚刚我讲的时间时期出现 在那个时间时期出现之前 并没有一个所谓数学第一危机 数学第二危机的说法 但是出了这个在刚才所谓的时期 出了那个说法之后 就回头到大 说回在数学上 在数学史上有三个危机 第一个危机是什么危机 就是什么时候 第二个危机是什么危机 就是什么时候 第三个危机是什么危机 就是什么时候 我们这个做一个历史讨论 延简易改 太多之节交代 反而就是桑枝主题 我们直接讲到这个所谓的 第二个危机是数学第二危机 这个数学的危机 发生在哪些数学的内容上 在哪个时段呢 就是在16、17世纪 就是牛顿和内部里芝 它们分别独立、创造、发明、calculus 一般是微积分 微分就是differential calculus 积分就是integral calculus 那这两位大师 劳顿就是数学家、智学家 劳顿就是数学家、物理学家 Leibniz、劳顿就是智学家、数学家、何俗家 那它们独立、创造、发明、微积分 都使用一个概念 infinitesimal 无限少 但是它们却是没有吸引无限少一个合理的说明 可以说它们使用无限少这个概念 一个素朴的使用 naive use 那它的使用 譬如我们在计算 讲个很简单的例子 计算X square differential的时候 就用了无限少 这个所谓数学第二危机 那画龙怎么称位呢 就是Barkley 对无限少这个概念的批评 Barkley没有错 就是西方哲学史上 大不列颠经验主义 British empiricism 三位大师 顺着时间顺序的第二位 是爱尔兰哲学家 那发音是Barkley 不是Barkley Barkley 那我们就使用网络的资源 现在分享屏幕的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 我们分享这个网页 这个 Calculus 这个是对一般中学生讲解的 Calculus 就是分为Differential Calculus 微分 Integral Calculus 即分 大家看到了 在现在的教学里面 首先先讲Limits 然后再用使用Limits 就是说明微分 说明即分 这个就是经过了 后世数学家 就是经过了 后世数学家 就是Couchine 开端 和之后的数学家的努力 但我们现在是顺着历史目络去铺诈 我们先跳过Limits 跳过去看看微分和即分 但是这里 presentation 这个网页的表示 它已经用了Limits 的概念了 我们尝试到底才学习这个讲法里面 我们先忽略 先略去Limits Limits 的方法 Introduction 即分简单说 就是求个slope 求个slope 求个slope 在这点上 这个橙色的曲线 那是个功能来的 y等于fx 在这点上 在x是2 就在这点上 那我们有一条 叫tangent 这个slope 其实differential calculus 就找个derivative 就是找这个slope 那我们很简单 可以看到这里 那我们看到 就是这样 我们求这个slope 比如我们求这个点的slope 就是这样的slope 但是它本身画出来 又或者是这样 我们现在这两点中间 x轴就是15 y轴就是24 那么slope就是24 除15 对不对 但现在我们求这个点 一个point的slope 那pointslope 就是这样画的 Tangent 就是这样画的 Tangent 就是这样画的 但是我这个point 就是求个slope 那这个 就是这两个 做组织的 在15个位置 就是零 在24个位置 是零 x轴是零 y轴是零 零除零 那这个都不知道什么 是吧 那 在牛顿和来布尼茨的做法 就是这样 在y上的改变 这是一个小小的改变 我们用了希腊字母 delta 和大写字母 delta y 那 这个就是delta y就是这个位置 那 delta x就是这个位置 本来x的时候 x在这个位置 那 y就是这个位置 但是x加了东西 加了delta x 那就去了这里 那 y就上了上面 就是这个 fx加delta x 那 在x的改变 就是x 从x 增加到x加delta x 在y的改变 y就等于fx 这个是一个学数学上的减数 功能 那 fx就去了fx加delta x 那 我们计算的改变 那个 那个表达式 就是delta x over delta y over delta x 那就等于改变 就是fx加delta x 减分fx 除delta x 我们用个简单例子 就是中学时候 学习分 学未分的时候 都会用一个简单例子 我们举个例子 可不容易明白 fx 或者fx 就等于x2 我们现在计算的 derivative 就是delta y over delta x 那 我计算是这样 就是这个 fx加delta x-fx 除delta x 现在这个 我们这个功能就是x2 对吧 那 就是 那 先看这里 开始 fx加delta x就是x加delta x2 对吧 这个基本简单过温算 x2 加2x delta x 加delta x2 对吧 那我们就放在这里 你公式呢 我可以highlight这里 对吧 那分子就经过简化 x2 减x2 变成0 分子就变成这样 对吧 sorry 分子就变成这个 上面 那 然后delta x我们可以除的 对吧 那里面有2h加delta x 这个 他用了后来limit 的术语 hats tworth 这个只用给中学生看的 说得没那么准确 但是 侯特在来布尼茨发明的时候 他简单说了这个delta x就是个无限小 那是无限小嘛 可以当它是0 OK 那我发觉了这个delta x是做一个坟墓 是吧 他做的坟墓 就是缓指它不能够是0 是吧 但是 在这个最后的步骤 到最后的步骤 又宣称个无限小 是无限小 那就等于0 对不对 这个呢 就是巴克尼的批判位 这个无限小 巴克尼说是个ghost 是个鬼 是个幽灵 是个鬼魂 是个鬼魂 这一方面又不是0 他要做坟墓 他不是0 对不对 做坟墓 不是0 第一方面呢 又宣称它 就是等于0 对不对 就是从最后的步骤 到最后的步骤 这个就是微分 还有积分 不过这个只不过是historical introduction 所以我们就不说积分 积分都使用无限小 是个人的 好了 那我们已经说了我们今晚的道论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历史道论 讲述 所谓数学第二危机 这个危机的关键 关键词 就是无限小 就是无限小 究竟是什么 如何说明无限小 那我们讲到第一部分 就是limit and infinite decimal 那我们去介绍这个Cauchy sequence 那我们用Cauchy sequence 去界定的limit 先界定的limit 就是sequence 然后界定的limit of a function 那畢竟呢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数学专业 那我想我还是不要说得 不要不求说得太具到位 用个相对简单些的 对于一般的好者 听得明白的说法 很直观地看 大家看到这一幅 这个右上角 这一幅 这一幅 这条我们叫Curve的曲线 曲线是随着X的增加 它就逐渐逐渐称 就叫做匯聚 在数学上就叫做修炼 修炼向着一个直去修炼 对不对 但相对于下面这幅图 它就没有修炼的 它随着X增加 它就上下波幅 很直观地说 上面那个就叫Cauchy sequence OK 那我们要用数学上 把这个意思说出来 很简单地说 就是怎么样呢 我们一边看图 一边就用这个定义 那我们说real number real number 是什么number real number 我们跳一跳 因为我没有特别列出来 跳一跳跳到2 那我们的数字 那我们的数字 有些数目 那数字 对于人类甚至最直接想象的就是 所谓自然数 natural numbers 自然数 那就是1 2 3 4 5 6 7 8 9 5 6 5 5 6 5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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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M除N 那M和N都是Integer OK 但是N不能够是Zero 那份母不能够是0 那除了有理数 还有一些无理数 对不对 无理数 比如2的平方根 这个就是我们中学 学数学的时候 最举一个简单例子 2的平方根 real number 就是有理数 我们用非不是很专业的术语来说 就是有理数加无理数 那就是real number 那这个是real number 这个是real number 我们去分个couchi sequence 这个couchi sequence 这个couchi sequence 定义就是定义一个real number sequence 一个couchi sequence 那这个虽然我们是非专业的 但是这些看题 那是有在一些数学工作 一些数学的家 数学层元 就用couchi sequence 去界定real number 那如果是这样的做法 那不然之 就是couchi sequence的定义 就不能够有real number 是不是 否则就会循环 界定 是吧 你就用real number couchi sequence 的定义 用了real number 但real number的定义 又用了couchi sequence 所以如果是用couchi sequence 去界定real number的话 那这个couchi sequence的定义 real这个位置 我们就换做rational number rational 有理数 那我们一般讲的实数 real number 有一个sequence x1 x2 x3 它的couchi sequence 其实是怎样呢 那我们看回直观图 看回直观图 直观图 就是它随着x 不断地增大 那它的上下波幅就越来越小 而且无穷无尽 一直往前推就越来越小 OK 但是它又不去到一点 那样 那我们用的数学说法 就是先用一个数学专业的说法 那接着用相对非专业 或者半专业的术语讲解一下 怎样叫做一个real number的sequence 就是x1 x3 一直下去呢 一个couchi sequence 就是呢 对于任何一个real number Epsilon 它是大过0的 就是正数 就有一个自然数 有一个natural number N 那就使得什么呢 使得所有m和n 是大过n的话 那就xn和xn的差别 差别 差别是小过Epsilon 那我讲其实就很准确的了 我们在看这里就明白了 一路越收越小 越收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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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收小 对不对 例子 例如我说 0点 小数位9.0 0点小数位9.0 之后 1 就很小 但是就算这么小 也好 就算这么小 0点 9.01 这个呢 当是例子 就是Epsilon 很小 但是也有个自然数 N 就似得什么情况呢 就是所有m 和小m 和小m大过n的话 看回圖片,无论ε是多小也好,但一定会找到N 我们在这里描定N在这里,大过N的东西 大过N的东西就在这条Curve再往右边 这样就使得在那里Xm和Xn,即是上端和下端的差别 就会比ε少 其实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说法 去提供的素材,给我们介定一个无限小 或者不是介定无限小,而是取台无限小 原来说法无限小是一个数值,但这个数值又好像不是零 又好像是零,那当然是零还是不是零 Kochi就是对于实数的Sequence 就是做了一个规定 规定是符合这个规定的就是Kochi Sequence 那我们现在看看如何用Kochi Sequence 就是去界定Limit 首先说一下Sequence 我们又使用Vikipedia Limit Limit Mathematics Limit 那一个Sequence 那一个Sequence of real numbers X1,X2,X3,一直下去 我们说X is the limit of这个Sequence 但不一定有的,不是每个Sequence都有Limit 是不是 那刚才我们看那个,江东已经删了一页 就是那个图,刚才我们看那个图 就是有一个图,就是那个Curve一直收窄 是不是,用一些不准确的方法 有一个图,那个Curve一直没有收窄 一直上下波幅,是不是 那第二幅图,那个Sequence就没有Limit 好了,那我们给予一个Sequence 一个Sequence 那什么叫做X,就是它的Limit 如果有,可以没有 那就是什么事情发生 就是对于所有的real number Epsilon,大过来,就是正数 那就有个natural number N,是不是 那就使得当 所有的小N,大过N之后 那就是那个XN 那个值,和X那个值 那个差别呢,就少过Epsilon OK 如果明白了刚才那个Curve sequence 这个都明白了 那这个数学的表示方式呢 就是这样的表示 是这样的 就是Limit 接下来,N 这个符号就无限大 对不对,就无限大 那么这个Limit就是XN 当N吹向无限大的时候 那个X,就是这样的 那个数值就吹向X,对不对 那我们刚才倒带看回 好直观看回这幅图 刚才我再倒带看回 就是Cursi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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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tA呢 吹向无限大 对不对 那这个图里面 那个Curve 吹向某一点 OK 但是它只是吹向 OK 就是吹向 因为无限地接近 好了,那我们计定了 就是Limit of a sequence Limit of a function 其实都是相对的 相应的 那我们又看看 去看看Limit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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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a sequence Limit of a function Limit of a function 那在数据上 我们计定了 Function Y和Ephics 我们使用 Y和Delta 叫做Excelent-Delta Defination of Limit L is the limit of real function F of x 当X吹向P 都不一定有 如果有 那就是 那就是对于所有的real number Epsilon 大过0 无论它多小 也好 只要它大过0 那有一个real number Delta 也是大过0 那使得如何呢 使得对于所有的real number X 对不对 X减了P 如果X减了P的数值 如果X减了P的数值 X和P的数值 就在0和Delta之间 那就是 邏輯地 就是 Fx和L Fx和L Fx和L的差别 就比Epsilon 对不对 那么数学上的表达 正确的数学上的表达 正确的数学上的表达 就是这样的写法 Limit as x approachesP of f of x 讀法就是这样的 Fx Fx tends to L as x tends to P 好了 那我们就这样 就讲了Limit 那我们发觉 经过这样讲解之后 那在微积分上面 我们又去到刚才 我们使用了微积分的网页 那在牛顿和莱布利 原来微积分的论述里面 使用了无限大 无限小 使用了无限小弱 那却没有吸入无限小弱 一个合理的说明 那经过Cauche 和之后的数学家的工作 那他们使用他们的贡献 那数学家就可以 解定了什么叫做 无限小弱 不是解定了 对不起 取代了 用Limit去取代了无限小 我们再看一次 我们再看回 Differential Calculus 这里在中学的讲解 对Limit 就是用解的模仿体体 这是中学级数 这里用得更复杂一点的功能 我们再用 Limit to infinity 对Limit to infinity 无限大 就是这个符号 这个就是给中学生的 Formal definition 但是当然没有我们刚才的 那么Formal 这个毕竟真的 给中学生读 很差 对Limit to infinity 不过这个是直线 如果点它就给它转弱 点它就给它转弱 点它就给它转弱 这样的 那点就是这个转弱 X转的那个就是Delta Y转的那个 Y转就是Fx 对不对 就是Epsilon 对不对 所以其实它那个 虽然写出来都很专业 但是想法很简单 但是想到这个简单的想法 就很厉害 Cauche 和相关的数学家就非常厉害 对不对 就是环珠看 无论那个Y转 那里的那个多小也好 看看我们的说法 在这里 无论Y转的Epsilon 是多小也好 怎样小也好 0.9.01 接着0.18.01 之后1也好 短也好 都会有一个Delta 那就使得 使得 X X和P的那个差距 如果是小过Delta 太亚症素 来的 那就则 Fx和L的差距 就会小过这个Y转 就算它小到是0点之后 100.01 接着1 OK 我们说到半个钟 我们说完 历史道论 和第一部分 可以说 无限小 这个说法 在微积分里面 在数学上 就被Limit 取代了 我们不再说无限大 无限小 而是Limit 那我们使用一个中学程度的网页 那我们放弃了无限小的概念 就改用了Limit 你看到Limit 就是F X加Delta X 减了F 就是随以Delta X 但是Delta X就是 Approaches Tends to Delta X tends到0 它是不断接近0 不断接近0 有几少有几少 那就是Limit 那我们的Derivative 就是这样的解定 这个Delta X就不是所谓无限小 又好像是0 又好像不是0 现在很确定它不是0 对不对 但是它趋向0 它趋向0的时候 这个整个东西的 它叫它趋向的极限 OK 那极限度是一个数值 那么Derivative 就变成这样 现在后来就 就简单一点 就不用希腊字母 大写Delta 那用D 就是Derivative 就写Dy over dx 那就当然了 OK 那我们讲了半个小时 讲完无限小 那我们就讲了无限大 这个无限大 希望就是 估计可能45分钟 就是一个小时 那首先无限小的东西 那我们刚才讲的第一部分 无限小 以及激限 那我们就 那我们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无限大 Infinity 无限大 那我们也分成四个几个小节 第一个小节 小节二分成两四个小小节 第一个小小节2.1 set and cardinology 集合和cardinology 很简单 一个集合就是 一个事物的 一个 其实是英文 用set 接着用collection counter 都是德国人 用manger manger 用英文拼音 那事物 那事物就是最广义的事物 最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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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一个集合里面的东西呢 这个集合是一个一个元素 an element 很简单 讲一下什么 set 集合 讲一下什么 element 元素 element of a set 一个集合的元素 那我们用个动词 讲一下集合和元素的关系 我们讲一下 belongs to 一个集合的一个元素 就属于一个集合 比如一个集合 m m就有三个元素 abc 这个集合就是m 数学上这样的表现法 用个大绘图 表示集合 有三个元素 abc belongs to 就用这个符号 这个叫 a belongs to m 这个就是媒举法 媒举集合里面有的东西 有这个集合的三个东西 分别是abc 但是也可以提供一个条件 比如这个集合n 这个集合n 就是有些什么 就是x 那些x是什么 就是fx 那些x 就有f的独性 对不对 例如 x snachnet fx ok 这些都是基本的东西 跟着 counter 可以说是数学上的集合论 z theory 的创始人 之前还有个数学家叫datterkins 就是 datterkins 这次我们就不需要说他 所以在我文件就没有做出来 稍早于tounter datterkins 都做过一些很初步的集论 不可以算是在数学上成就了建立了一个部门 做counter 就真的可以说他建立了一个部门 就集了 就是